各位朋友我們先畫面了我們繼續上了 來回來了稍微比個贊好不好 讓我確定一下大家都有贊了 比方像個活屎人一樣 來回來了比個贊 所以超級真的是我們的忠實觀眾 不錯 林秉晨不要比到贊很討厭的 會期你比個笑臉也好 笑臉贏人 好來我們講一下什麼叫多向式 大家要專心聽 因為多向式的計算其實是偏簡單的 但是它的概念有時候大家比較容易亂 有時候忘記自己到底在算什麼東西了 好不好 來首先我們先來認識一下多向式 我們要看一個數學的新東西之前 我們得先了解它的運作的規則 就像你要玩一個遊戲 你總得知道它怎麼玩 對不對遊戲規則一定要先弄清楚 多向式它的定義是由數和文字符號x 它是加減成榜的運算所構成出來的式子 我們稱之為多向式 它的定義是這樣 我順便寫一下它的英文 它的英文叫Polynomia 它一定要寫寫一下 為什麼 因為我有時候偷懶我就直接寫Poly 然後我的縮寫就是Poly 然後我的縮寫就是Poly 好Polynomia 不要給我唸成什麼Poly 羅密歐跟羅密歐沒有關係 好不好也沒有足利 我們就是Polynomia 好 如果老師可以舉個例子嗎 可以 很簡單 就像下面它已經舉了不少例子 我也寫一個 有x有次方也沒有關係 可能加上3倍的x的7次方 然後減掉4 同學 你有發現有加有減 然後有x的幾次方 對不對 這個我們就稱之為多向式 因為它的像有很多 但是有些人就會問 說老師什麼叫像 像又要什麼分 很簡單 給各位一個口訣 加減格出像 加號跟減號之間區隔出來 是把這個 那個式子分成了三個部分 可以接受 那這三個部分就代表這個多向是可以有 唸作有三項 我們也做個紀錄吧 三項 可以接受 好 那這個呢 加減格出像 也寫下口訣 加減格出像 好 就這樣 那當然也可以用乘法 好 乘法去看也可以 因為乘以4 乘以3 你看像老師這邊的係數 前面是不是就乘以3倍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那這我們就稱之為多向式 有些人就說 老實在除法不行 減法我先講 我先講減法好了 加法其實就說明了減法 加法跟減法在數學上 其實是等價的 你自己想想看 加1加2 對不對 如果我講減法怎麼辦 加負1加負2 不就減1減2嗎 懂我意思 就在數學上 我們通常講加法 其實就是已經等於講減法 這是等價的 可以嗎 那乘法不一定講除法 因為除法會有一些 有一些東西是不能除的 像什麼 是不是像零 對不對 可以接受 所以他這裡沒有講除法 是因為有些東西不能除 所以我們這邊就不講除法 OK吧 接受嗎 超姐可以 凱恩可以 溫丹一 溫丹一可以嗎 溫丹一 溫丹一掛了 你不講話 繼續 好 那這裡 來 他就說 如果是加法 25多項4 如果是到25多項4 合併起來25多項4 對不對 就是構築出來的 就加油減 那當然有次方也沒有關係 反正是x的幾次方 跟x有關 那我們就會稱之為它是x的多項4 那如果有y 我們就會稱之為它是y的多項4 問題來了 如果有x也有y呢 大家聽懂我在講什麼嗎 如果有2個位置數3個位置數4個位置數怎麼辦 同學 我們多項4的命名就會發生一些變化 我們等後面我們就會開始介紹 好不好 好 再來 這裡 我們先把這個重點畫起來 雖然它已經畫了 但是我覺得很重要 你看這個畫一遍 只要今天你的x 注意 是文字符號x 出現了在分母絕對值跟根號裡面的式子 我們就稱之為不是多項4 那前面這兩個你有看過 那根號我們還沒有學對不對 我們根號有學嗎 還沒學對不對 根號還沒學 不過我們就先知道一下它不是 我們把它列出來 像什麼來 根號有x 或者是x在根號裡面 或者是x在絕對值裡面 或者是x寫在分母 我們都稱之為非polynomial 非多項4 讓我抄一下 你說老師為什麼 因為根號裡面 根號開出來必須要是正的 可是這裡x有可能是負的 正負未定的前提底下 我們暫時不把它當多項4 那絕對值的道理也是一樣 絕對值的裡面算出來答案是比較正的 可是因為有絕對值的關係 我們沒有辦法把它脫掉 不確定裡面的正負 所以正負未定 我們也不把它當多項4 再來x分之1 那大家應該都知道 就像我剛剛講的 為什麼除法不行 有時候除以0 對不對 超姐如果s是0 是不是就不能除 對不對 可以接受 我們也講過為什麼不能除以0 我就不多說了 所以 這一些我們都不把它當成多項4 所以在命名上看到的時候 你要特別小心 下一個 再來我們要討論什麼叫多項4的係數 像我已經講了 加緊可出像 那什麼叫係數呢 係數的英文大家可以學一下 我們像的英文我們也學一下 像的英文在數學上就叫times times就是次數有幾次幾項就是一樣的 那係數的英文我們數學叫coefficient 我們先寫它的縮寫 coef 所以有時候你在數學書上 或是在物理的書上面看到coefficient 這個就是它的係數 像摩擦係數有時候會有一個長數 會有一個代號 或是彈力係數彈簧和彈力係數 coefficient我們指的都是這些長數 可以嗎 或是有時候這些係數 有些數學老師 或者物理老師也會叫constant 就是長數的意思 好 那我們繼續講加緊可出像 沒有什麼好講的 好再來我們來先討論一下 什麼叫長數像 多項是中不含任何文字符號的 我們就稱之為長數像 老師你可以舉個例子嗎 這當然是ok的來舉個例子 像s的平方加x-3 來誰沒有x被你看到 是不是就是那個3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所以我們就稱之為後面的這個東西 我們就稱之為什麼長數像 但你注意到了嗎 我有圈一個符號叫負號 我們所有在這裡討論 係數長數像 什麼像也好 我們都是包含著我們的正負一起去判斷 所以這一整坨我們會叫它長數像 所以它長數像的答案就叫負3 我們要連長數像前面的正負都一起講 就像來你看這裡講的係數 coefficient 多像是4x平方-2x-3中 它的二次相的係數來 二次相先找到x的二次方 二次方就叫二次相 它前面的這個數字就叫係數 所以答案就是4 那這裡一次相同學一次方可以省略對吧 所以它的係數就是多少 就是負2注意 要連正負一起寫 不要忘記 正負要一起寫 它長數像就是負3 那長數像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什麼 x的零次方 聽得懂嗎 有沒有問題 老師什麼是x零次方 幫你recode一下 x的零次方就是1 所以3也可以寫成3乘以x的零次方 所以有些人會說它就是x的零次方向 也是可以的 因為它只是零次方 那任何數零次方就是1 然後這邊底數我們又不討論0 所以是ok的 好再來最高次方的命名 接下來我們要討論它的命名方式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跟上 同學到這邊有沒有問題 係數這邊都還好吧 跟得上嗎 我抽一個人好了好不好 跟得上要比戰 來我們抽問新朋友好了 都沒有交過新朋友 郭影馨跟郭影妍我想想看 郭影馨跟郭影妍 要挑誰咧 我挑郭影馨好了 來郭影馨回答我話 他姐姐比戰 郭影馨 郭影馨 郭影馨回答我 講話講話 郭影馨 郭影馨講話 郭影馨回答 郭影馨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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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有麥克風嗎 郭影馨 那有幫我打字嗎 剛剛不是有講話 郭影馨 郭影馨 郭影馨你可以打字嗎 聽得到我聲音嗎 郭影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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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弟怎麼了 看一下好不好 他怎麼了 我不知道 他怎麼 你們不是在同一個家嗎 你們家庭關係比較少 你在幹嘛 你在幹嘛 老師還問問題 克制一下好不好 就叫一下你 揍一下你弟好不好 可是你剛剛這裡沒有聲音 郭影馨 回來了他爸要修理他了 我們上完一堂數學課之後 都會造成家庭的革命 我們就是家庭的革命史 郭影馨 郭影馨 到底回來了沒有 郭影馨我問你 S的七次方 來你幫我看一下 老師上面這邊 S七次方的係數是多少 郭影馨 好煩喔 郭影馨到底要不要回答 多少 你是不是害羞了 害個屁啦 我都害死了 還害羞 孩子都快生出來了 這個不會害羞 OK 郭影馨 郭影馨 他還在想 講個屁啊 就直接答案就好 郭影馨在嗎 在啊 那你弟怎麼了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應該沒有麥克風 好吧 那我問你好不好 你就代替你弟回答一下 好不好 不好意思 你弟比較機車一點 郭影馨老師問你 就是3S的十次方加3S的七次方 -4X的五次方 就是我剛寫的 那請問S的七次方係數是多少 3很好 那S的四次方係數是多少 四次方係數是多少 郭影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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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郭影馨不見了 是不是 郭影馨在嗎 郭影馨 對 你知道四次方係數是多少嗎 直接講啊 知不知道 郭影馨知道嗎 不知道 不知道 為什麼不知道 因為他就沒寫 給七點你要講 哎呀 我有時候問問題要看題目 郭影馨 是不是因為你沒看到S的四次方 所以你不知道多少 對不對 對 可是我跟你講其實他是有答案的 好 接下來我就要講這個概念 結果郭影馨這個題目 我就會再講這個概念 什麼概念 比如說老師S的四次方沒寫 可是沒寫你可以故意把它看成S 0乘上S的四次方 所以如果今天他真的要問係數 你就直接答多少 沒有寫的就把它當成0 所以他的係數答案你要寫0 聽得懂嗎 你不能寫沒有 你要把它當成是0去看 聽得懂嗎 超級也可以 OK吧 所以這個郭影馨我跟你講 但答案下次如果有人這樣問你 你就直接答來0就可以了 好 來我繼續講 好累 來接下來我們要命名 我們命名的方式跟以前我們 一元二次方程式 二元一次連立方程式的命名都一樣 我以前就教過了 我們是由最高次方去做什麼做命名 好就這樣 來4S的2次 4X平方 然後-2X-3 你有沒有發現 他的最高次方是幾次 是不是就是二次項 可以接受 所以我們會稱之為 它是一個S的二次多項式 OK嗎 如果今天它最高是7次 那就叫X的7次多項式 這樣子可以嗎 好不好非常簡單 好 我們補充一個額外小嘗試 幫我寫一下 補充我寫sut 來如果是3S的7次 加Y的5次 然後-X的3次加1 來同學這個要怎麼命名 因為老師還有兩個位之數 對沒有錯 還有兩個位之數 所以如果真的要命名的話 我們要先決定它有幾個位之數 兩個位之數有S有Y 我們就叫二元 可以嗎 二元 那最高次方幾次 是不是這邊 它的最高次方是不是7次 可以嗎 那有7次有5次 我們選7次 所以它就叫二元7次多項式 你說老師多項式一些 對因為我懶 我寫多項式怎麼樣 那如果有等於0叫什麼 大家應該也還記得吧 去到方程式 可以接受嗎 OK吧 我順便口頭上提醒一下 它的命名是什麼 好到這邊 沒問題 來接下來我們把命名講完 我們今天課就差不多了 來我們討論一下 那再來3剛剛老師有講 來如果今天只寫3 那3算不算是一個多項式 有些人就說老師不算 那個3就是一個數字 同學它也算一個多項式 因為你可以故意把它寫成X的0次方 聽懂嗎 所以你要說它有X嗎 它也可以故意也寫出一個X 所以它也算是一個多項式 我再講一次 我們剛剛多項式的定義是要有X加減 或是乘所得出來的式子 對不對 可以嗎 可能有很多項 一項也都可以 一項就叫單項式 如果很多項就叫多項式 但是我們都可以把它統稱為多項式 反正只要有就好了 3只有數字 可是我可以故意把它寫成什麼 3乘以X的0次方 剛剛已經介紹過在上面 請你自己看 所以如果要命名 我可以故意叫它什麼 我可以叫它0次多項式 可以接受嗎 它還有另外一個別名叫做常數多項式 因為3就是一個數字 一個constant一個常數 所以我們可以叫常數多項式 來到這邊請問有聽不懂的嗎 所以同學請問夫妻是不是多項式 來找一個比較常點的老顧客 張凱恩請問夫妻是不是一個多項式 4 4 那他叫什麼多項式 0次多項式 或者是常數多項式 對不對 好不好 OK吧 對都可以很棒 好 那再來我們要介紹一個多項式裡面的怪胎 就像我們搬著劉冠淺 不是 說出來了 開玩笑 開玩笑 來我們介紹一下多項式裡面一個比較特別的名字 他說0 如果今天只寫0的話是什麼意思 我們也可以叫它是一個常數多項式 因為0也是一個數字 常數多項式 當然也可以叫它0多項式 但有一個就是不能叫叫什麼 數字我們剛剛不是說可以叫0次多項式嗎 但這裡的0你不能把它當成是0次多項式 這要特別注意 你幫我寫下來 用老師為什麼來同學把你耳朵拉長 請你仔細聽 先聽我解釋 這個操完了嗎 我要讓所有人全程灌注 因為講這段時候非常非常重要 請你一定要聽清楚 操完了嗎 操完了比個讚 我要接下來講很重要的觀念了 來操完了比個讚 快點 剩不到幾分鐘了 好可以了 蘇子晴操完了 來快點快點操完了比個讚 我要講這個觀念很重要 大家一定要一起聽 李永倫按了 楊喬安到底有沒有上我們的課 楊喬安到底有沒有上我們的課 很像楊喬安跟他妹差很多 楊喬安個性真的太內斂 就是太害羞了 可是我可以確定楊喬安跟他妹 絕對是絕對是姐妹 為什麼 因為他們翻白眼的表情是一樣的 我可以學他妹翻白眼給你看 真的 他妹就這樣翻白眼 大家可以有空去上王子老師的youtube頻道 去看老師上國語課的時候 我問他妹問題的時候 他怎麼翻白眼 我覺得很像 好來同學 接下來我要開始介紹這個概念了 好那我們開始囉 為什麼不能叫零次多項式 來你想一個問題 今天如果有人叫零次多項式 那零是不是可以寫成零次X的零次方 對不對 所以說老師沒錯 他就可以叫零次多項式 帶你去想一下 如果今天寫X的一次方 難道不行嗎 難道我寫X的一百次方 難道不行嗎 難道我寫X的一萬次方 難道不行嗎 都可以 為什麼 他乘以零都是零 那我到底叫零叫一 叫一百還是叫一萬次多項式 對不對 他的命名是不是就不為一了 聽得懂嗎 那當命名不為一的時候 我們這個之前討論過 在數學上就叫什麼 楊喬安她妹妹我說我在旁邊 講外話被發現了 對不起 開玩笑 我覺得楊喬安跟傑宇 這兩姐妹真的長得很正 很可愛 好不好 而且個性乖順 又聽話懂事 你知道嗎 他們在數學上的表現跟成就 真的是 不是一般學生可以比你的 在所有老師眾多教過學生裡面 他真是數一數二優秀的 好不好 可以嗎 看一下 不要太在意 好不好 所以這個 所以他就在數學上 在數學上我們就稱之為什麼 unwell defined unwell defined的意思就是說 他們有一個良好定義去說明這件事情 因為他有無限多個答案 哪一個才要當你的答案 是不是都不知道 這個例子我舉一個 就像王子老師長得很帥 然後他的女朋友有無限多個 這個是可以被人家允許的嗎 不行 這個就是一個不公平的事情 我們就在數學上就稱之為unwell defined 一個人怎麼可以交無限多個女朋友 就像一個數字 一個表示法 怎麼會有無限多個 OK嗎 所以我們就怎樣 為什麼不行 我是可以 我是不知道你可不可以 unwell defined 看我們就要很專業 我們連數學系的專有名詞都拿出來這樣 好不好 所以我們就稱之為什麼 0不叫0次多項式 但因為它是一個數字 你可以叫它常數多項式 或者是直接講更簡單的說法 就叫0多項式 0 polynomial 好不好都可以 以上就是我們的多項式的介紹 現在大家對多項式的名稱 應該有一個很有系統很完整的概念 OK吧 好不好 我們最後考一個人 如果今天他沒有答出我等一下出的題目 我們這堂課就延長15分鐘下課 我說到做到 我問問單一 我看他到底有沒有上課 只要他沒有答出來 我們就延長15分鐘下課 來 問單一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嗎 你論吧 我所有人都看 我可以先提前對不起嗎 沒有了 來問單一 這是幾言幾次多項式 一言七次多項式 被發現了 又把7寫來後面想說他不會發現 沒錯 這叫一言七次多項式 要死我了 你笑屁喔 如果他寫等於0怎麼辦 叫幾言幾次 這不是方程式嗎 那如果我寫個Y呢 一言七次是方程式 對 謝謝 可惡 沒考到他 幹 好來 如果沒有問題 我們今天課就上課 不要 我再考一題 我相信考不到 再考一個 來 他是幾言幾次方程式 問單一 他幾言幾次方程式 什麼幾言幾次方程式 我現在出的題目是幾言幾次方程式 一言一次方程式 文單一 真的太聰明了 要先化檢再去做命名 所以他是一言一次方程式 段考的時候 有時候就會故意出這麼幾次的題目 要先化檢可以嗎 好不好 須先化檢 好來 我們今天課就上到這邊 那回家作業就是寫我們那個 陳法公司後面的所有題目 我是說所有 全部都要寫 那作業頁碼會打上去 那今天的課 我也會放在我們的播放清單 老師 現在有個想法 就是為了大家 我會為了各位 成立一個新的播放清單 然後專門放你們班的課 好不好 這樣子以後大家就比較不會亂 你可以依序補到課 好 接下來我要講一個新的規則 從今天以後 所有人 因為問答你今天沒寫作業讓我很不高興 我就只講了 所有人 在下一次上課 前一天晚上 8點以前 所有人要把你寫作業的過程拍下來 給我 私訊給我 私訊給我 不要放群組 私訊給我 我要看到你的作業 沒有交的我全部都 我都全部報給葉忠穎去罵你 好不好 就這麼簡單 然後再請他別動你的父母親 看你到底是寫作狀況發生什麼事 可以嗎 那我們今天課就上到這邊了 謝謝大家 老師你說作業什麼時候交 在前一天的晚上8點 我會把時間拿走 我沒有你FB 我沒有你FB 那就去加 那就去加 啊 啊 我屁啊 我是會性騷擾你喔 北七喔 我也是傳那個 我現在有錄影喔 你講清楚喔 什麼我會性騷擾你 講什麼東西 我是為了你寫作業要交好不好 要不是你們不交作業 我哪需要這樣 給你們太多方便 你們全部都沒有在交作業 在幹嘛 就這樣囉 好不好 想請 我們FB的訊息 好不好 嗯 聽到了齁 我關了 好 拜拜 啊 安妞喔 拜拜 坐我鞋 啊 啊 啊